医生男童凯凯一次遭保姆虐死案 引介保姆的儿福联盟日前遭质疑甩锅社工 今天儿福联盟发声明坦言 上周在慌乱中接到各界提问 对外说明一度荒腔走板 更证实董事会已接受白立方执行长卸任申请 不过白立方前一晚发出了内部信 强调是董事会希望他卸下职位 也传出已经重挫儿蒙内部士气 更有基层员工发动内部联署 要求把白立方执行长还给儿蒙 儿蒙种种的做法也持续引发民众炸国 引介疑似遭到虐死的男童凯凯给保姆的儿福联盟 日前受访时的回应被外界质疑甩锅给社工 对此儿福联盟18号发出最新声明 坦言上周在慌乱中接到各界提问 对外说明一度荒腔走板 更证实董事会已接受白立方执行长卸任申请 但由于白执行长是本案关键讯息人 董事会邀请他加入事件检讨小组 看看前一晚儿蒙执行长白立方一封给内部的信件 表示说很遗憾要在此画下句号 由于在媒体危机处理过程做得不够好 董事会希望他卸下执行长的职位 不过传出请辞消息曝光后重挫儿蒙内部士气 有基层员工发动联署 要求把白立方执行长还给儿蒙 据传还有内部人士质疑 董事长林志佳才应该请辞 砍掉一个白立方绝对是不够的 那林志佳呢我觉得你更是闹了 你应该告诉社会大众说 我这个董事长做得不好 我应该要辞职 记者致电儿福联盟董事长林志佳 及执行长白立方都未获得回应 18号更有立委透露 儿蒙转介二保姆非首例 2019年新竹县一名女童带出养期间 由机构媒合全日托保姆照顾 两个多月后就猝死头部有不明挫伤 我觉得身为妈妈不太能接受这些理由 自己有小孩很难过 没有觉得有诚意 开凯事件后民间发起悼念活动 到双北市府送上花束和小卡 但卫福部大门口的花束及卡片 遭质疑被清理掉 卫福部长薛瑞源回应 亲走不太合理 卫福部也承诺将在门口设置追思专区 提供民众哀悼早逝的小生命 记者杨强于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 那间大怪 Text 架本达 种 光